中国大陆作家严连科 取材自界面新闻网 分享 著作《在严格审查的祖国遭到查禁》的中国作家严连科 呼吁世界各国领袖不要逃避 应该正是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 严连科表示 纷纷涌入中国的各国领袖变得太关注经济关系了 严连科因直白坦率地描写中国生活 数年来一直受到国家审查 60岁的严连科表示 北京当局必须正是本身的人权议题 但来访的政治人物如今没那么在意这些事情了 他在首度做客爱丁堡国际书展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 前说 问题在于 他们似乎不再如同以往般热烈谈论他了 他们显然更常讨论贸易 金钱和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 中国当局更严厉打压公民自由和对执政共产党的批评声音 英国首相梅伊 Therazer May 2月访问北京时 承受解决这个局面的压力 但也没有对此议题公开发表声明 英国当局坚称 私下有对人权议题表达关切 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媒一回避此棘手议题再欲有加 对媒一回避此棘手议题